今天 hello 大家好 你是宿罪是吧 哈哈哈哈 嗓子有一点哑 今天我 看我今天的 outfit 是一件 入冬女孩 人手必备的一件爆纹装 我今天 这是我司机 司机 司机 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去 游玩温哥华一天 我们今天不工作 不工作还是要做vlog 好了 我们今天要去吃饼干 一家卖饼干的餐厅 饼干里面夹任何东西 我已经很期待了 我已经想去这个地方很久了 本来说好吃brunch的 那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了 2点钟也可以是brunch 有的人起的太晚了 没办法 好了 我们一会就到了 那我们现在就在温哥华西区的四街 这个街呢 就是非常小资的那种人 经常能看到他们穿着yoga pants 然后拿着这个环保袋子 温哥华最可贵的其实就是太阳了 所以一到有太阳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戴上墨镜 在外边走啊 在晒太阳啊 去沙滩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 经过了20多分钟的开车 终于来到这里了 我们呢 这家店呢 是你过去点完之后 然后你自己找个位置坐 它就给你送过来 然后它呢给你一个标识 这个标识就是刚才 我人来拍照的 我们是AQUAMINE 背面是这个 哒哒哒 从来没见过这么油 你知道你这个叫什么饼吗 不知道 你这个叫 David David 这个是 所以这是 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上面它它都是那种 奶油小饼干的 奶油饼干 它们这边叫biscuit 它们就是这种 这种奶油做的饼干 就是它这种 这样的 然后很厚的一层 里面都是 其实是奶油做的 其实挺肥的 但是很香 非常好吃 然后里面是鸡蛋 对 它这个是早餐那种 然后它中间会夹各种 各样的 不一样的那个 早餐 比如说你这里夹 是鸡蛋和一个肉饼 然后你这个sauce 应该是maple syrup 你尝尝尝 是吗 是 好像很热 是吧 好吃吗 还不错 咋咋 我不想吃肉饼 我其实也还是喜欢你的这个炸鸡 我这里面是炸鸡和剃口 我觉得人家真坏 把炸鸡留给自己吃 看我要先吃一下这个 挺脆的 好奶油的感觉 嗯 但是很香 嗯 超爱吃这个 谢谢你 这个就是 有点像 有点像我在那个 Tin Berlin Tin Berlin的早餐 它也有这种 这种 这种机制的这种小 这种饼干 英式的饼干 但是我一般就是 就是很喜欢直点这个 这个过来吃 我看 发生加了很多奶油 然后所以它里面都是一层一层的 嗯 松脆 我觉得不错 好吃吗 我就光吃这个饼 都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不错了 所以咱们今天吃完这么好的东西之后 看什么去 好一串 你自己跑吧 嗯 我这个是Master 我的酱 你的炸鸡我想尝一口 嗯 你尝吧 我觉得直接用牙咬 嗯 很脆 不臭 嗯 拿刀切 所以它这个你可以自己 其实这个一口去吃很多层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 对 嘴得跟我差不多大才行 它们都是拿刀叉吃的 不是像三明治那样似的 它们人还挺多 它的鸡胸 炸的也非常脆 很脆 我觉得四街十二街这边挺多这样的餐馆 咱那次去吃的那个there there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这像咱国内的街边的大排档一样 我这吃的吃相不太好 这怎么说也是拥有150个粉丝的 偶像啊 嗯 因为某些人没有吃够 所以呢 又点了一份 点了一个炸鸡 还点了一个什么鬼 这是 好像很甜啊 我点的是一个叫 Fruity French Toast 它其实还是同样的 这种小饼干 但是它是把它 用做French Toast的方法 把它做了一下 应该是外面 你先裹了一下鸡蛋 然后放在锅里里 然后煎了一下 然后上面是满满的草莓 还有Webree Cream 刚才炸鸡没吃过 可是我又点了 我又点了一份炸鸡吃 特别好吃 蛋香跟奶油的香味 混合在一起了 这里还有酒啊 它这里的酒是 啤酒喝 红酒 3块9毛5 咖啡好像是免费的是吧 咖啡是免费的 放一大壶咖啡 你可以自己吃爹 味道也不错 嗯 不是感觉不是特别low的那种咖啡 嗯 你觉得这店最有特色的是不是 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最有特色的老板娘 是吗 嗯 觉得很nice 亲民 怎么样吃饱了吗 吃饱了好撑啊 吃饱喝足了就开始逛街 但是还是要工作的 不是说今天不工作吧 男人的话不能信我跟你说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